当铃声再一次响起 又是一笔数字从记录上凭空消失 165永远盲线是诈骗日常 台湾去年共有29000多件诈骗案 总金额打进人的70亿元 诈骗指导即将应验了吗 刑事局打架中心成立7年 研究员王从盛实实埋在各种案件分析 若是将侦办比喻成前线战斗 那么他就是大后方抓漏的纳道防线 诈骗集团是利用制度上的漏洞 所以我们打架中心会针对前线的各种案件 发现的问题 然后进行相关的策略研究 然后针对相关的部份 或者是公司航号 会进行提供他们建议 这是一场和歹徒斗志的博弈 只是许多时候道高一时 魔鬼就再高一掌 尽管警察都尽力了 求职诈骗去年还是升级到2.0半 新北跟桃园市都破获台板柬埔寨诈骗案 歹徒以集中营的模式 拘禁上门求职者 你们在干嘛 在干嘛 你干嘛把他捂起来 你在干嘛 多达60亿人受害 其中三人死亡 淡水跟中立这一戒头 一直能击到最多 其实它是算蛮极端的案例 他们也可能是 因为人越击越多 导致他也不想 也没有再去想象 后面要怎么处理 过去认知的诈骗 是榨干民众的血汗钱 如今上升到伤害 猖狂程度 甚至惊动到国家高层 网络世界真真假假 现代人还是离不开他 而你永远不知道 荧幕的另一端真相是什么 现在网络不是死灵制的 有可能你看到的 是个美女 其实他是口角大叔 对平台业者 他认为他是一种言论自由的 他会拿出这个论点出来 20年前 王从盛来到刑事局 从外情开始 几乎把私人生活 都献给了办案 说到甘苦 玩笑里带着一丝苦涩 我们现在是都可以每天回家 只是说回家的时间 可能就是9点10点这样子 我们都自诩说 我们快成为时间管理大师了 知道今天对老梗的解除 分歧付款诈骗 还是一堆人不信邪 落入陷阱 但无论诈骗如何整容 重出江湖 刑事局团队依旧兼臂清点 成为借助民众财产 那强而有力的双手 有力的双手 通电力是同一面 有力的双手 我在记得 诈骗 有力的双手 是一尌手